受益于消费的强劲增长 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明显回升 中国国家统计局还称 随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逐步增强 加上上年二季度受疫情影响基数较低 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速可能比一季度明显加快 统计局今早公布一季度GDP同比增4.5% 高于去年第四季度2.9%也强于预期4.0% 环比看也增长了2.2% 三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10.6% 比一到二月份加快7.1个百分点也远超预期7.9% 环比也转为增长0.15% 统计局数据显示 一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6.6% 贡献率相比去年全年大幅提升 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最主要因素 中国此前公布2022年中国GDP同比增长3.0% 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最终消费支出32.8% 资本形成50.1% 货物和服务进出口17.1% 不过统计局又称随着基数的升高 三四季度GDP增速会比二季度有所回落 但如不考虑基数影响 则全年看经济增长有望呈现逐步回升态势 尽管消费拉动经济明显 但目前需求不足的制约依然明显 这也使得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牢固 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季度全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62% 比处于疫情中的上年同期仅提高0.2个百分点 此外需求不足也制约了产能 一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.3% 比上年同期下降1.5个百分点 比上季度下降1.4个百分点 这创出自2019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次低 仅高于疫情爆发初期的2020年第一季度 数据显示三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3.9% 比一到二月份加快1.5个百分点 但不及预期4.1% 环比略增0.12% 一季度归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% 投资方面也未见强劲回升 一季度不含农户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.1% 持平上年水平但低于前值5.5% 也低于预期5.8% 三月份环比更转为下降0.25% 此前二月为增长0.72% 投资走弱受房地产市场调整 市场预期不稳等的拖累 在民间投资中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民间投资下降13.8% 下拉民间投资增速5个百分点 不过开年以来房地产销售出现积极变化 房地产开发投资也有望逐步棋稳 减小对整体投资的影响 统计局并未公布 一季度投资和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 在CPI持续低位回落 PPI已连续6个月同比负增长 且降幅持续扩大的背景下 近期对于中国经济是否会走入通缩的讨论增多 对此统计局明确表示 当前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通缩 下阶段也不会出现通缩 目前国内需求总体区域回暖将上拉PPI 但大宗商品价格输入性传导油存 加上上年同期基数较高 短期内PPI可能还会处在下降区间 不过随国内经济恢复 基数效应逐步减退 PPI将逐步恢复 就业方面统计局披露 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.5% 比上年四季度下降0.1个百分点 其中三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.3% 比上月下降0.3个百分点 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.5% 比上月下降0.2个百分点 不过青年人失业率仍在走高 在今年英届大学毕业生开始 进入劳动力市场找工作之际 三月份16到24岁青年人失业率19.6% 比上月上升1.5个百分点 今年2023届全国高校毕业生 预计达到1,158万人 其中在北京朔博毕业生 首次超过本科毕业生 关注我只说真相的报复